这里是山西西县 现在我要去浦县的东源庙 我需要坐车过去 现在我要去他的汽车站看一下 应该是有到浦县的吧 这边好多买东西的 这里距离西县汽车站有3.3公里 我估计需要坐公交车过去 因为今天晚上我还要回凌晨了 所以有点赶时间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9度 稍微感觉暖和一点 我付过了3块 这边就是西县的鼓楼 里面还可以进去 也是一个十字的拱门 通向四面 准备在这边坐公交车 坐一路就到了 刚才还买了个囊 新疆的那种囊 3块钱 我放包里了 没吃啊 一会儿带大家看一下 我决定还是步行过去吧 步行的话 走得快也就是30分钟多点 我坐公交车还要28分钟 还要再等四分钟 他才过来 所以还不如走呢 烤红薯烤栗子 他们这挺多的 这边呢 是鼓楼南大街 还是挺热闹的 人挺多的 看一下 走在这里 能感到过年的气息了 这路边都是卖年货的 因为快过年了 没几天了 其实呢 就是 你看 你运动的时间长了以后 身体都不冷 然后脚也不冷 就是动手动耳朵 耳朵呢 你戴上帽子也没事 也没啥事 就是手动的不行 估计有的朋友会说 你戴手套啊 戴手套不行 戴手套不灵活的 需要经常拍摄呀 干啥的 所以呢 不灵活的 没法戴 这边有一群汪汪的 在这个饼店门口呢 我刚才在一个饼子店 买了一个烧饼啊 一块五 他这边的烧饼真好吃啊 神奇的 真好吃啊 口感挺好的 里面是软的 外面是脆的 脆焦脆焦的 真好吃啊 大家听一下啊 脆了 真好吃啊 那地面上的冰 根本都不画的 怎么还没到呢 这么远啊 我需要看一下地图 别走错了 刚才看了一下 没走错 咱继续走 这边就是西线的汽车站了 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说他不会没有到普县的车吧 那要就搞笑了呀 后车大厅 去看一下 进来了 没啥人啊 不是吧 坐这个黄色的车 昨天我坐的就是黄色的车 从临门到了西线 然后他这个大厅没人 我还以为荒废了呢 还是坐这个黄色的车 可以 稍等一会儿 司机去上厕所了 哦 解手了 咱说一下啊 我这段路是白走的 从这个县城走到这个汽车站 没啥意义啊 就是 我昨天坐的就是这个车 然后 其实在县城里打电话 他们是过去接的 你就站在那等 人家去把你接到车上 不用 不用走到这里 这段我这白走的 那个司机呢 给我说 让我坐在这个 前面这个小房车里等 然后 那边接人去了 一会儿过来 接着我就回这个 凌粉了 不不 普县啊 会普县 坐上车了 出发普县冬月庙 现在我已经到达普县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现在我去普县的冬月庙